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讨论了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科学 因为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科学的发现和科学发现带来的新的科学技术 那么今天我们再对科学这个话题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 到底科学包括哪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学科 过去几百年来哲学家科学家们对于人类对知识的这个结构 我们在认知论里大概也介绍过 它分成两类 一类叫analytic 一类叫synthetic 所谓analytic就是分析型的 就是先天固有的那种逻辑和那种内在的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 严格来讲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所谓的理性主义 而这种理性主义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严谨的理性思维 我们去寻找真相 还有一种那就是synthetic 就是合成的或者是后来的 所谓合成的和后来的这么一种认知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感知 通过我们的体验 通过我们的观察去寻找事实的真相 或者是寻找真理 举例来讲 最典型的我们通过理性主义的讨论 已经多次提到数学和数学里面各种各样的定理 实际上是一种逻辑型的分析型的或者是先天固有的思维框架 理性主义严格来讲它的最精准的内涵实际上就是数学和逻辑 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理性主义不等于科学 因为理性主义认为它的知识只来自于它原生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原生的思维方式在数学上我们可以说可以推出来很多的数学定理 但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并不能保证你真正的能够看到问题的真相 因为问题的真相要来自于体验和经验的旁证 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 一些当时的自然和科学家们认为 我们通理性的思维 我们认为真空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空是荒唐的 因为从理性思维上我无法想象真空的存在 因为所谓真空在现在的定义就是完全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那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能会有光线的穿透 你怎么能会有其他的星星在宇宙中你可以看到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宇宙的所谓真空的环境中 一定存在着某一种仪态 就是Ether 这样一种结论 后来被证明 仪态是不存在的 真空确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外面就是真空 当然用现代量子力学和现代物理的理论来说 我们所谓的绝对的真空实际上是没有的 因为绝对的真空里边就不可能有量子的这种波动 绝对的真空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是在我们现有的现实宇宙的这个存在中认为那样的绝对的真空 我们无法想象无法去描述 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纯粹依靠理性思维是不够的 那么科学理论或者是科学这个活动它的本质上是Synthetic 是合成的所谓Synthetic所谓的合成 在我们过去讨论康德讨论其他的哲学家的这种概念上 我们已经看到它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经验把它合成形成一个新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的生成过程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直接的观察和观测 另一个方面是间接的观察观测 那么什么是直接的观察观测 那就是我们能够测量可以观察到的具体的比如说光线的光谱分析 这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 比如说一个物体的重量 我们直接可以测量到 比如说光线在重力场中的弯曲 爱因斯坦相对论所指出来的 当然普通人不大容易看到 但实际上也是可以直接通过观测测出来的 还有就是我们对量子力学稍微有一点理解的 就是那个双缝实验 就是当基本粒子从两个很细的细缝里穿过去 会产生波形干扰 这是属于直接观测来的结果 那么间接观测就是只能是通过观测来间接的得出的结论 那就包括比如说电子 比如说基本粒子 而这些电子和基本粒子 我们是不可能用肉眼看得到的 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间接的 比如说在云石里边的划出的痕迹 或者是在显像管打出来的那个点儿 我们来核实这样的一个粒子的存在 还有当然就是黑洞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知道黑洞是存在 但是我们不可能真正看到黑洞本身 因为黑洞它从定义上来讲 就是什么都看不到 连光线都没有 我们能够观测到看到的 就是黑洞周围的非常特殊的重力场的影响 和由于不同的物质在进入黑洞的边界的时候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高能量的X光射线和其他的高能射线 这些可以使我们间接的对黑洞的存在 它的位置 它的大小做出评估 这些都属于inference 属于间接的 还是回到我们多次提到 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证据 基于体验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这样的一种证据和体验和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科学不断往前进步的必要条件 就是你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 你才会使科学在过去几百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支持下 这个理论是不可能往前进步的 你再怎么推也推不出来 新的科学结论 除非你是数学 那么在这种科学的进步过程中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有可能会被推翻 有可能会被修正被调整 而推翻科学理论和修正科学理论 调整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理论有可能和最新发现的证据不吻合 所以这种调整的过程是科学的本质 这一点我们在前几节已经不断的重申 还是回到我们以前提到的 对象棋的规则的猜测 假设这个人对象棋完全不懂 他看两个人在下象棋 他在看的时候 不断的在自己的大脑里 形成一个象棋的规则 这个规则一直在被调整 这个大家可以回到 Findman提出来的象棋规则的猜规则的这个游戏上来看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科学知识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一个基于证据 基于观测得出来的一些理论 而这些理论永远不会是绝对真理 永远不会被认定为最终结论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 或者一个科学研究过程 我们最终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我们认为十有八九 这是一个接近正确的理论 但是我们不能绝对板上钉钉的说这就是最终真理 我们只能说他往前走了一步 比过去的理论往前走了一步 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所以科学家永远不能对任何一个科学理论说这是绝对最后真理 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的研究的过程中 一种怀疑的态度 一种尝试的态度 是必须始终持有的态度 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态度 才会使一个科学的理论 最后逐渐靠近事情的真相 这一点是科学和宗教 我们多次提到最大的区别 在宗教里面 我们认为知识来自于上帝 来自于上帝的启示 来自于上帝启示 以及相关的各种各样的圣经里面做的陈述 而这些陈述在宗教里是不容置于 是绝对真理 但是显然这样一种态度 或者是这样一种对问题的看法 等于把问题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终止了 画了一个句号 但是也引出来更严重的问题 你信基督教 我信伊斯兰教 我们俩哪一个教里面是最准确的教 你的上帝和我的上帝 谁是最终真理 谁的启示 谁的经文是最准确的 那当然取决于你是哪一个教徒 这就是宗教和科学最大的区别 因为在科学里是没有国界的 没有文化差别的 没有种族肤色 任何的其他的影响的差别 一个物理定律 如果提出来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印第安人还是非洲人 你都可以对他进行挑战 但是你绝不能说你的物理定律和我的物理定律不一样 因为你在中国生活我在美国生活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两个人必须在目前的科学的理论上有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目前最好的对物理现象最好的一个解释的共识 在这个共识下不存在文化 不存在国界不存在其他的宗教信仰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提到科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学科组成的这么一个体系 这样一个多学科组成的体系在今天对不同科学领域进行各自的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 我们前面也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是用最高层往最低层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社会科学 所谓社会科学就是研究整个一个社会的总体的趋势和演变过程 有没有什么科学性 那么这样的一种社会科学的这个范畴 显然它是在研究人们的心理状态 人们的从众心理和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关系 这种心理上的意识上的关系 它的底层是每一个人各自大脑里面的神经网络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神经上的互动 就是在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的一个结构 而这种大脑内部的神经的结构的底层 那就是生物学 就是细胞 再往下就是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 再往下就是物理 就是基本的粒子 显然我们说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框架下 我们显然不能说我们对基本粒子的物理规律 可以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科学里面的总体的现象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正是从这样的一个分层科学 在这个多层次的学科里就有一个分界线 至少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社会科学不能认为是我们刚才定义的科学的范畴 因为科学的范畴是基于可重复性的 基于观测 继续实验的一个理论体系 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的 著名物理学家Richard Feynman曾经有一个电视访谈 他就提到 他说我不认为社会科学属于科学 因为里面的理论无法像正统的科学学科那样去验证 另外我们对刚才这个例子从社会科学一层一层 我们说社会科学取决于心理状态 取决于脑神经 取决于高分子化学 然后最后一层一层到最底层的基本粒子的物理规律 如果我们完全把一个社会科学的这样一种取决于人的意识形态 或者人的意识组成的一个行为 把它最后化解到基本粒子 这在英语里有一个词叫Reductionism 叫做还原论者 也就是说最顶层的一切都可以Reduce 都可以简化到最底层的东西 这样的一种观点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有一个共识的结论 因为在这种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社会科学和高分子化学之间 这么一层一层分下来 它每一层之间的桥梁并不是很清晰 你如何在高分子化学和神经元网络的神经的各种信号的互动的这个层次上 进行一个必要的因果链条的桥梁 这实际上是很难的 如何能够从底层的原子和基本粒子的物理特性和神经元网络之间建立一个桥梁 这也是很难的 具体来讲 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生命 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动物和植物都有基因 那么基因和代表基因底层的这些化学分子和它的化学特性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关系链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 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基因底层的氨基酸 氨基酸底层的高分子 高分子底层的各个元素之间的物理特性和这个基因本身的组成 这个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必然的必要的逻辑链条 再往上走一层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动物 任何一个生物 有一个词叫phenotype 叫表形 这个表形和它的基因之间 这个桥梁也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 举例来讲什么是phenotype phenotype就是比如说人 一个人的phenotype有千千万万种 包括人的物理外向或者是人和其他动物 包括人的成长的过程 包括人的各种各样体内的物理化学特性 甚至包括人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当然这个也可以说是人 也可以说是其他的动物 任何一个动物 它都有各种各样的物理外形 各种各样的发展过程 和各种各样的体内的物理化学 生物化学和其他的结构 回到人的话 那就是任何一个人 他的头发皮肤 他的眼睛的颜色 他的身高 他的体态 他的心理状态 和比如说和对酒精的容忍程度 或者是什么其他 这都属于phenotype 对基因有些了解的都知道 这是有一定的基因的影响的 但是这种基因的影响不是一对一的 不是你头发是黑的 他就是和某一个基因有关 而是和一组基因有关 所以你的表情是不是取决于基因 当然取决于基因 但是取决于哪个基因 是以什么形式 一般来讲 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因果关系 当然在个例上有 比如像Gregor Mendel 做那个弯豆花的那个测试 最早对基因有了解的那种测试 他恰好他比较运气 他的那个植物 他的phenotype和他的基因 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对一的关系 但是大部分时间 这个一对一关系是不存在的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任何一个动物的外形 他的特性和他的基因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因果关系 而是有一个组合的 甚至包括环境的其他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 在今天仍然不能说是完全被我们弄清楚的一个关系 还有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大众的心理状态 而这种具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这个人大脑中的神经元的活动的特性 有什么固定关系 这也是很难建立起一个固定的明细的因果关系的 就是说有的人天生就急性子 有的人天生就是慢性子 有人天生就可以变成一个变态的杀人狂 有的人天生就是心地善良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以人的神经 大脑的神经元的本身的活动 有很强的联系 但是这样的联系是怎么样一个固定的因果关系 今天并不是很清楚 尽管在最近几十年 脑神经研究和人的心理状态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有了很多的进步 这样的一种研究当然属于所谓人的意识 人的脑神经的范围 人的心理状态的范围的这种研究 我们以后再讨论人的意识和人的意识的本质是什么 还会仔细的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科学 就是科学到底包括什么样的学科 哪些学科算科学 哪些学科不算科学 首先我们已经提到数学 提到逻辑 包括几何代数各种各样的这种数学逻辑的范畴 数学总体上来讲 是属于理性主义所指的严格的理性主义的范畴 只基于人的思维方式 而不基于任何的外来的体验和经验 因此数学 以其数学则囊括的逻辑 几何代数 什么其他这些都不属于科学范畴 具体来讲 我们研究一个圆和三角形的各种各样的特性 比如说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一定是180度 这样的一个结论不基于任何现实的体验和任何现实的经验测量出来的 这是纯粹凭我们的大脑思维得出来的 任何一个几何形状或者是几何的物体表面积体积计算 都不是基于现实测量和现实的感知得来的 而是基于纯粹的理性思维得来的 更具体的讲 我们说一个圆的面积是它的半径的平方乘上圆轴率π2平方 一个圆球的体积是三分之四π2三次方 这是一个数学公式 这个数学公式不是依靠任何的现实的体验和测量得出来的 你也不可能用任何的现实的测量和体验去验证这个公式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圆 你画出一个圆 然后你对这个圆的面积进行测量和圆的半径进行测量 然后你看看它们是不是一个π2平方的关系 你是永远不能核实 勾股定律 a方加b方等于c方 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加起来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你是永远不可能通过测量去核实的 因为任何测量都不可能到无穷的精确度 这就是说数学定理是不能靠任何的实际体验来证明 或者是证伪 只能靠纯粹抽象的理论思维 那么下一个领域我们举一些例子 在这些领域内 我们不可能通过纯粹理性的思维 也不可能通过纯粹的体验来得出任何结论 不管是心理学还是艺术音乐的评估 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理性思维 或者是完全依靠纯粹的感性感知来对它作为一个评估 因为在科学里任何评估是大家可以得到的一个共识 可以重复的评估 而这些东西是不可能重复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 我的自由意志和你的自由意志不一样 我想做什么 对什么有什么评估 很可能和你不一样 这个和科学里的那样一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里面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就是心理学和艺术 同一个音乐 两个人同时听 一个人认为这个音乐非常美 另一个人认为这个音乐不是那么特别美 那么怎么样去证明谁是对谁是错呢 显然你无法证明 当然我可以说 贝托芬的弦乐四重奏 或者是莫扎特的歌剧 那确实是绝顶的优美 即使是这样 我知道有些人对这些音乐听完以后 仍然没有什么感觉 听着好像有点云山雾罩 所以呢 像这种音乐 像这种毕加索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 谁来评估它是美还是不美 只能是大概其 很多人认为它比较美 但是没有一个可重复的 绝对客观性的 绝对基于体验的一个共识 这一点和真正的科学领范畴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下面几个学科 就是生物学 进化论 现代医学 地质学 考古学 这些学科都属于科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所有我刚才提到的生物学 进化论 现代医学 地质学 和考古学 它都有一些提出猜想假设 并对这个猜想假设 进行各种各样的依靠于证据的验证过程 如果验证推翻了这个假设 那么这个假设就要进行调整 或者是进行从写 举简单的例子 地质学里边 我们认为在6600万年前 有一个大运石砸向了地球 这个猜测最早提出来以后 并没有被核实 经过一些年以后 大家才在墨西哥附近 找到了一个半径 100多英里的这么一个大的运石坑 在海底下找到的 最后这个运石坑进行各种各样的年龄测试 和地球上其他的6600万年前左右的地层的 各种各样的放射性同位素的测试 发现有一个非常强的吻合 从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这个假设 考古学也是一样 如果在某一个考古上的一个朝代的年龄 和另外一个朝代的年龄 在历史上记录和他测出来的年龄是相反的 那这马上就会推翻在考古上的一些重要结论 进化论也是一样 如果在某一个历史的年龄段内 发现了一些化石 使这个化石和进化论得出来的动物和物种 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相反的逆转 那么这个对进化论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推翻 当然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证据是没有找到的 我不能说完全排除 这个证据永远不可能找到 但是目前没有找到 如果有一天任何一个考古学家 在6600万年以前找到了一个 Australopithecus化石 就是古猿人的化石 在6600万年以前找到 那当然那就是在恐龙时代 那马上就推翻了进化论 推翻了人类进化的所有的历史 所以这个就属于科学 物理学那当然是最典型的科学范畴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尽管推导过程是用纯理性思维 完全是靠思维游戏 思维实验推导出来的一些基本的抽象的 非常难懂的数学理论 但是他这个数学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 必须要经过一个实际验证 那么在他推导这个过程中 他应用了很多纯粹理性思维 包括如果我按照光速往前跟光同样的速度往前走 我能不能看到其他的东西 如果在超重力场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重力波 这个重力波会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时间在接近光速的时候会放慢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纯理性思维 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而这些结论必须要经过empirical testing 必须要经过实际的验证过程 而这个验证的过程是使爱因斯坦相对论成为一个伟大的近代物理的伟大的突破的原因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验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今天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物理的定律的可能性 但是没有得到验证 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可以接受的物理定律 在这个问题上 Stream Theory就是旋理论 实际上目前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 旋理论目前无法得到一个确凿的实验的核实 也许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方法去核实 但目前还没有 同时也正是因为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的这种特殊性 使它无法接受量子缠绕 它叫做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两个粒子在一定的物理距离以外 同时有一种缠绕关系 而这种缠绕关系从它的纯理性思维上是不可能接受的 尽管后来这种缠绕关系确实存在 在今天的物理实验室内已经多次被验证 所以物理是一个典型的科学范畴 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我们再从不同的历史上几个有名的科学案例 从不同角度来看一看自然界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或者是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是怎么样通过一个科学研究的活动 把它最后形成一个科学理论 怎么样验证 怎么样把它落实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